今天我爬上樹的時候就變成這樣子了 甘雨你在幹嘛 甘雨你怎麼了 奇怪的姿勢增加了 不過我喜歡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位新人UP主梁夏 當然你們可以叫我梁哥 那麼本期原神冷死死第14期 那麼請把來了打在彈幕上 我們馬上開始 牛頭人必須死 眾所周知啊原神中大部分的怪人都會被水淹死 但是之前官方就修改了這個設定啊 現在不會說自己跑進水裡 但是我們的牛頭人牛仗士就不一樣了 當他衝過來的時候剛好旁邊有水 他就會給你表演一個 當場自殺 我純愛仗士一片就是一個牛頭人 這狀況真的是太舒服了 想要復仇的野豬 野豬狀人的一個冷知識首先需要有莫辣 當莫辣在水裡的時候他就會在水面等著啊 不跑也不會消失 就等著撞你 當你上岸的時候他會撞向你剛才的位置 真的是讓我想起了 巴傑 巴傑 你傻得可啊 然後就把他殺了 兄弟們我做得對嗎 法器的小知識 原神中的法器武器呢 調整角度可以看到每本書的內容都是不一樣的 這幾個法師當中呢 凝光的普攻沒有命動敵人是不會出現武器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設定還是忘記弄的呢 NPC的小彩蛋 在清澈莊這裡有一個NPC叫東東 和他對話可以看出他不喜歡喝牛奶啊 說牛奶的味道怪怪的有點苦澀 然後他會給你七瓶牛奶 其實這個呢就是之前的青春有你到的事件 有興趣可以搜一搜啊 了解一下 房金屋的小知識 在進入公子的副本後呢 只要不接近他就不會攻擊你啊 副本周圍有八個拐角啊 如果你貼在牆上呢就會有火不著 但是你站在拐角他會 馬上消除啊 這時候身上有火不著 被公子射一下 鍾離就會被蒸發一下 這樣的鍾離很快就被公子給射死 好傢伙 不僅沒用 而且還死的快 話說不會有人想去試一下吧 啊 啊 有苦說不出的神像 眾所周知啊 七天神像的恢復生命值有儲存上限的 站在旁邊會恢復生命值 但是呢站在頂端他是不會恢復的 而且反覆切換結射他也不會給你恢復 好傢伙 神像直接說 雖然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啊 什麼 竟然說我是狗 看我把你炸肝來了 啊 怎麼樣 舒服了吧 圖鑑功能的小知識 鋪出應急食品派門 點開角色圖鑑可以查看自己已擁有的角色的抽卡建模 可以回顧一下老公老婆們的樣子 你覺得當中哪個比較好看呢 打開生物字 可以查看擊殺怪物的數量 可以把你最討厭的怪打在公米上 讓我看看 鐵匠的小知識 在蒙德進入雪山的營地 這裡有一個NPC鐵匠烏班 他歷史上是一個有名的鐵匠 他會跟你說冷靜是他鍛造的 也是NPC荷爾曼的一個配件 隨後繼續對話 他會送你一把 雪牛鍾離的一把神器 黑鷹槍 隨便這時候可能會有長得帥的 觀眾會說啦 就這 給我都不要 那我只能說你錯了 這把劍可是一枚 抽卡石頭 換算過來 可是一百六十元 也就是人民幣十幾塊錢 想一想 是不是感覺撞了 頭像的小知識 原神中的頭像都是根據 已擁有的角色進行更換頭像 在更換頭像的時候呢 會根據你獲取的角色 邂逅順序 最前面的是最新獲得的 可以看出我第一個五星的角色 是 莫娜 不知道你第一個五星角色是誰呢 發在彈幕讓大家看一看 也可以回顧當時獲取這個角色的一個心情 嘿嘿 好了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你有其他冷知識的話 歡迎私信投稿 如果看的開心 記得投幣支持一下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 嘿嘿 好吧 我們下期待